他们民众党有这么缺钱吗 我想不懂 这个叫五个字 真心患觉情 他选举到了是需要花费 但是有穷到 需要把我在议会送的 那么精致有意义的礼物 那就把它变卖掉吗 而且我记得他当时礼貌上 他也都多数的礼物是隔一天就送回来了 除了龙袍以外 龙袍他穿了十天才送回来 但是我记得他留下来的礼物 不算太多 那现在是怎样 那他送回来 他要卖的话是不是说他送回来的 现在我还要再补送回去 那他卖个够 他要讲清楚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礼物很有意义 那多数都是我在市政执询前 那么拿这样子的礼物 代表的是 就是我要针对他执询的 用礼物的方式呈现是 言简意该 一针见血 那可以立刻让他明了 就是我执询的主轴 以及他现在施政上的错误 那么这些礼物 他当时我想应该有得到一些 启示才对 那留下来的话 对他未来也未尝不是好事 比方说他有留下那个本机跟汤匙 那个很有意义 那就是告诫柯文哲说 违证不再多言 要多做少说 甚至只做不说 不要像他过去这样子 就是做无一项事 说得整个本机 如果他把汤匙跟本机 放在他的办公室上 那么每天都可以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一点 那他送回来的 比方说这个行李箱 也是告诫他 就是说你如果一心 想要总统大会 那忽略你手上现有的 他当时现有的工作 就是首都市长的职责 那么如果一心只想着总统大会 而忽略了手上市长的工作的话 那你干脆你就打包走人 不要耽误市民 那你也好专心你去追寻你的大会 那比方说像这个魔戒也非常有意义 那提醒克文哲说权力就像魔戒一样 一戴上去就脱不下来了 那也是告诫克文哲说 拥有权力的人你最该做的人 除了把你的事情做好以外 最后你要把这个魔戒带到火山去 就丢弃掉 那这些都对他 我想不只是他从政 我想未来在他人生旅途上面 都是很好的一个座右铭 当然他现在要把他排卖 我倒是觉得很讶异 因为这可能也卖不了多少钱 除了那个小泽 那部小泽我当初就花了八九千块钱买 那其实蛮有蛮实用的啦 折一折就这么小一个 还可以带到公车上啦 带到捷运上是蛮实用的啦 因为你要抽层啦 我不敢 东西送出去了那就是他的啦 所以他要怎么处置都是他的权利 我毋庸置堕 只是这个我觉得很怪异啦 然后你即便跟前任分手 你也是把东西就是丢掉 我没看到顶多烧掉嘛 怎么会说把前任的东西拿来拍卖 这个我也是想不懂他的心态 但是大概只是凸显 柯文哲是要凸显说 他现在这个总统的选举 他很缺盘缠 那他已经缺钱缺到说 需要把过去这么精致 这么有意义的礼物拿去典当 我刚才准备了